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前的这个就是东景和西景的头苗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小 我们先拿两个硬币 我手上一个一块的硬币 一个一毛的硬币 先拿个西景大家看一下吧 从体型上面的话 它比那个一毛的硬币大一点 跟一块的硬币差不多大小 这个是一个西景 这个是一个东景 那个也是一样的 比一毛的硬币稍大一点 跟一块的硬币大小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背甲 从背甲颜色上面来说的话 区别倒不是特别的大 主要区别在于那个头纹和底板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西景的脸更倾向于巴西脸 对 比较标准的巴西脸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东景 东景的头部 它比较稍微就比较明显一点 它有两块白点 它这边也是一样的 比较对称的 然后从底板来看的话 西景 呃 外塘的它的底板是比较红的 你可以看得到 嗯 然后东景的底板的话 它跟西景的区别就很大了 嗯 关于东景和西景这两个 这两个品种之间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存在那个底板的 那个花纹的一个区分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手 呃 这个手上这一只呢 就是呃 比较正常的那个西景的那个底 红地板的那个花纹的 这一个就是西景的那个纯地板的 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东景 呃 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花地板的 这个就是纯地板的呃 大多人还是比较喜欢纯地板的 关于东西景的西别就说到这里了 其实 这次还是比较比较好辨别的 两个品种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 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 或者留言